精神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导致雪龙市多处发生严重水灾 不少学校和前往国会的道路遭受影响 交通一度瘫痪 根据报道 八生一间幼儿园的学生在上课时突遇水灾 来不及撤离的学生们被迫站在课桌上等待救援 视频显示 孩子们分成小组 二至四人一组站在桌子上紧紧拥抱 场面令人揪心 随后 肖整员及时赶到 将受困学生安全转移 同时 南百格拉莫国小也面临相似情况 小学生们在老师的指示下 有序排队撤离 视频显示 年幼的学生们膝盖已被水淹没 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逐步走出学校大门 索性无人受伤 此外 水灾还导致多个主要路段交通陷入瘫痪 水位从早上九时开始逐渐上升 直到中午十二时才有所消退 前往国会的路段也被洪水淹没 许多国会议员无法及时赶到国会出席会议 议长丹斯里·佐哈里在上午十时的会议上援引议会常规第十二两条文 宣布国会会议将展延至时时三十分复会 他表示 外面雨势太大 一些道路已被淹没 许多议员被困在水灾中 按照议程 国会下议院会议原定由首相安华进行问答时段 但由于多数议员未能及时抵达 会场座位空空如也 民政党公共投诉局主任王胜龙嘲讽就连国会议员们 也与民众一同遭受水灾困扰 并呼吁政府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吉隆坡频发水灾的问题 他指出 国会路因大雨淹水 导致十二名国会议员的车辆被困 迫使国会会议展延 实际上 吉隆坡多年来都是暴雨成灾 许多家庭和商户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只是这次难得YB们也感受到民众的困扰 他呼吁政府必须证实这一问题 特别是吉隆坡作为国际大都市 水灾频发实在有损国家形象 王胜龙敦促吉隆坡市政局及首相署部长扎利哈 采取全面有效的措施 根治水灾问题 他建议加快城市排水系统的升级和维护 确保暴雨时的排水效率 并与气象局合作 发布及时预警 帮助市民应对恶劣天气 他还强调 政府应将防洪措施 纳入城市规划的长期发展蓝图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首相安华的高级政治秘书 三苏伊斯干达 日前质疑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在巴掩拿都选区存在黑箱作业 引发扎西女儿努鲁西达的嘲讽 努鲁西达在社交媒体上反击 称三苏不仅出现幻觉 还显得无知 误以为自己是英雄 据三苏伊斯干达透露 他在大选中 以348张多数票败给阿莫扎西 并声称高达800张废票 让他一度考虑重新机票 然而 据三苏表示 安华阻止了这一行动 因他得知国阵 已同意与西蒙组建团结政府 对此 努鲁西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国阵和公正党 现在可要求选委会调查三苏的言论 并对其愚蠢的言论提起诉讼 他讽刺道 你是在暗示 为了组建团结政府 你做出了牺牲吗 巫统宣传主任阿莎丽娜 也对此发表评论 认为像三苏伊斯干达这样的资深政治人物 在讨论选举结果时 应更加谨慎 以维护政治诚信 他强调 面对选举失利 三苏应展现宽容 并通过正式渠道 向选委会提出异议 他还指出 阿莫扎西当时 以微弱优势保住巴掩拿都国会议席 国阵接受并尊重了选民的决定 阿莎丽娜呼吁 三苏应关注国家的政治稳定 避免发表引发混淆和猜疑的言论 因为这可能动摇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首相安华否认曾指示反贪 会停止调查前政治秘书法哈斯 通过个人公司收购股权一事 他强调 任何涉及的投报都应进行调查 安华在国会回应 伊党巴西马区国会议员 阿莫法德里的提问时表示 法哈斯曾在4-5年前担任他的员工 但该事件发生于2022年 当时他尚未出任首相和财政部长 因此 不应应法哈斯的前职务 将事件与他挂钩 他指出 有关合约是在前朝政府时期批准 法哈斯并非相关公司成员 且招标程序合规 安华进一步强调 若反贪会接获投报 绝不会忽视此事 另外 安华重申 大马坚决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 同时保持与相关国家对话的开放态度 他强调 大马不会动摇对自己领土的立场 这也是为何国油公司 在南中国海Cassawary区域的 勘探活动仍在继续 尽管中国对此提出质疑 安华指出 若有外国船只未经许可进入大马海域 政府将继续发出谴责 同时 他表示 边境问题不仅涉及中国 大马与其他邻国 如泰国 菲律宾和印尼等也有类似问题 但这并未影响双边外交和贸易关系 台湾中视陈坚新闻主播蔡廷玉上个月前往马来西亚采访国际清真展 并独家专访马副首相阿莫扎西 整个专访过程以英文进行 其专业态度受到民众赞赏 根据台媒星光云报道 蔡廷玉为此次马来西亚执行做足了功课 他表示 早在出发前两个月便开始密集关注大马新闻 熟悉当地腔调 并努力记住许多大马特色美食的英文名称 为专访做好充分准备 蔡廷玉坦言 我其实超紧张 出发前还特地去拜拜 希望行程顺利 专访当天 蔡廷玉与摄影团队 提前五小时抵达场地进行准备工作 在专访过程中 他与阿莫扎西副首相聊到了大马美食 并提到自己喜欢吃咖喱饺 这让副首相感到十分亲切 两人谈话气氛轻松愉快 专访结束后 阿莫扎西还亲自赠送蔡廷玉 一幅棕榈叶雕刻画作为纪念 令他对此次采访之旅更加难忘 此次四天三夜的大马采访 形成紧凑 蔡廷玉不仅要完成专访任务 还需进行多场采访 每天仅能睡三至四个小时 尽管他原本计划品尝大马特色水果榴莲 但形成繁忙 未能如愿 蔡廷玉也分享了 他过去在日本拍摄美食节目的经历 为了拍摄一集《大卫王挑战》 他在拍摄前一天不吃东西 四日则一口气挑战 吃下66碗乔麦面 这段经历让他至今对乔麦面心有余悸 同行的摄影记者也为他感到心疼 感谢观看